好 好 盈盈啊 Uncle 来 坐 你不是身体不好吗 怎么不在家里好好休息 还出来工作 哎 没办法呀 公司呢 有很多事情啊 我要来处理 哎 盈盈啊 你是知道的 静和什么事情都不跟我说的 我找你来 就想问你 是不是最近这旅行社 被退了很多团啊 什么事都瞒不过Uncle 其实 退团对旅行社的影响并不大 最主要的问题是 预定机位的订金 损失的金额不是比小数目 那你知不知道 信和他有什么打算啊 信和说 旅行社是他负责的 他会自己解决 好 有志气 我要看他 他打算怎么再度过这个难关 Uncle 对不起 这次的事都要怪我 是我的疏忽 没有把心思放在公司上 信和在内地发生的一些事情呢 我也略知意外 幸好赵董事长呢 他能信任我们 所以我们公司又拿到了另外一个开发案 好像 跟旅行社的那个小导游叫什么 何真爱的 他帮了很大的忙啊 何真爱他是新来的导游 他对导游的工作也很有热忱 不过 他还给公司惹了不少麻烦 信和很袒护他 每次出事都会出面帮他 这也是我常常和信和意见不合的主要原因 不过 我想信和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信和有时候做起事情来的 会感情用事 富人之人啊 往往来造成公司部分 音音 你就 但是我 不要想太多了 Uncle 你一直知道我深爱着信和 我也以为 能够一直陪在信和身边的人一定是我 可是 觉得事情好像不是这样子 最近信和对我很冷淡 我发现 他好像已经不再那么在乎我了 他怎么会这样子 会不会是这个孩子 他事业心太重 而冷落了你 不是的 我感觉得出来 他的心已经不在我身上 Uncle 一直以来我只有一个心愿 就是可以跟信和结婚 成为他的妻子 陪在他身边 可是 我想这个愿望 应该不会实现 燕燕啊 你是我们家的媳妇 这个事实 是已经确定了 谁也不能改变 可是Uncle Uncle Uncle说的话一定算数 这个事呢 我会更新的提起 年纪也不小了 既然要结婚嘛 就不要再拖了 每天要做三件事 第一要笑 第二要微笑 第三要哈哈哈哈 当你跌入谷底的时候呢 不要灰心 至少接下来 你每跨出的一步 都是向上的哦 外表可爱 心地很善良的小狸狐 笑一个吗 你笑得好僵哦 不过很乖 诶 微笑 真乖 那第三个 她笑不出来 不行啦 你一定要笑啦 你没有看我在子仙上面写的吗 每天都要做这三件事情 像你这样一副冷酷的样子给别人看 谁看你的脸会心情好啊 我天生是这种脸嘛 可以改啊 我又不是你 天天都是笑咪咪的 我这叫做乐观开朗好不好 只要心是开朗的 脸上就会出现阳光般的笑容 要不然啊 你可以想一些开心的事情 像我就是这个样子 你笑了你笑了 你想要什么开心的事啊 没有啊 只看到你的笑容 有这么好笑吗 我不知道 一看到你 就觉得心很愉快 然后 就想笑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总经理吩咐的事情 我这个做下属的 一定全力以赴 我希望 能永远看到你的笑容 你可以答应我这个要求吗 不能 你不是说做下属 就要全力以赴吗 我不要我不要 我不要让你看 我绝对不要让你看 我绝对不要让你看 那么小气 小气给我看吗 我不要我不要 给我看 我懂我 你只是想bolt 小艾啊好了没有啊 我们等了很久了 喂 听到了没有啊 总要出来见人的啊 来了啦 来了啦 哇 我们家小艾穿洋装耶 哇 总算是有一个肯疼爱 我们家小艾的男人出现啦 阿爸 你什么时候学会看相的 你懂什么呀 阿公 你在说什么啦 我只是穿个洋装而已啊 干嘛搞得大吉小怪了 这样很别扭啊 不是 不是 俗话说呀 世为知己者死的女为悦己者容啊 女人通常只为自己的心上人 才肯打扮 所以你今天啊 是不是 小艾 是不是被你阿公猜中了 你有心上人啊 我哪有什么心上人啊 我只是 我只是稍微打扮一下啊 毕竟我也是个OAO嘛 好啦好啦 哎呀 我呀只是一下子看不习惯而已 你穿的这条太美了吧 哎 可将有女初长成啦 嗯 对对对 不过 你要想做小艾的男朋友 你都先经过我这一关 懂吗 啊 阿公 不要乱讲啦 早知道你们反应会这么大 我就不穿了 好啦 嘿 好好好好 才是这样穿好看啊 嗯 好看好看 你穿什么都好看 你是我最心爱的妹妹 怎么可能会不好看呢 听你这样说 算了啦 你还是去换一下好了 穿了就穿了 干嘛要换啊 自从你上小学以后 除了制服裙 就很少穿洋装了 也难怪阿公阿爸他们这么大的反应 即使你穿成这样 真的很好看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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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要隔夜梦最好的 那我去上班咯 爸咯 拜拜 哎呀 很久没有看到小艾这么开心 你懂了 女大不中流啦 才乐呢 那 杰姨早 哎 何小姐早 需不需要我帮忙 不需要啦 赶快去上班啦 有关系啦 好 到旁边来了 哦 现在像你们这种热心的年轻人 已经不多了呢 小心 这边地很滑 往旁边一点走好了 这栋大楼啊 现在也只有你们会跟我们打招呼咯 打招呼是基本礼貌嘛 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而且像你们工作这么辛苦 跟你们打招呼也是应该的啊 哇 你们做导游的也很辛苦耶 每个行业都有它辛苦的地方 不过呢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就算是再辛苦也都是指的 可是小姐啊 前一阵子啊 你不是带团去那一地 我跟我老公呢 我计划我就要去那一地了 不知道哦 机票有没有比较便宜啦 如果你跟你老公要去那一地的话啊 我带给你优惠 来帮你打个折 就让你觉得很便宜 哦 你们公司可以这样子哦 我有我的办法啦 不过啊 噓 噓 噓 这是我们的秘密哦 这是我们的秘密哦 好 好啦 不跟你多说了啦 我要去忙了耶 我帮你啦 我顺便也要上去 我帮你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等一下啊 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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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要去二十八楼 咪咪要去二十八楼 咪咪好 再跟我說 拜拜 你要去二十八楼 你要去哪家公司 我去深紅旅行社 深紅旅行社 是我的公司耶 你要找哪位啊 我找總經理劉姓河 總經理劉姓河 我可以帶你去喔 謝謝 不會 我又跟你走 帶你去 聽起來阿公滿有趣的 他是也有去啦 不過啊 他只要發作起來 就有點老碗 我家要到了 哦 那麼快 謝謝你送我回來 你也早點回去休息吧 晚安 小孩 阿公 你們在幹什麼 阿公 這麼晚了 你要去哪裡啊 我散步 散步 現在很晚 你還要去散步啊 出來的晚不如出來的巧 阿公你好 誰是你阿公啊 啊 這個人是誰啊 他是我們的總經理 總經理 你好你好你好 哈哈哈哈 你好你好 總經理好像在哪見過啊 阿公 你忘了 上次我追入愛河的時候 就是跟總經理一起的啊 哦 啊 啊 總經理 失敬 失敬 喂 那個時候真的還不清楚我的身份 當時阿公借我的漢山 我還沒好好謝謝你 哎呀別提了 阿公台的漢山摔在你身上 委屈你了啊 不會不會 哎呦 我看你們兩個挺有緣的啊 我們家就在這邊 你要不嫌棄 我到我家去坐著 沒有很晚了 我們一早早還有事 那我們先走了 不不你別走 我走 已經很晚了 那個我先回去了 你們倆繼續聊 繼續聊 好 總經理 謝謝你送我回來 拜拜 拜拜 阿公 阿公 你不要再躲哦 嘿嘿嘿 好好好 你們的總經理還真是一表人才啊 好 你不要亂說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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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艾 你們那個 總經理是不是對你好像有意思啊 阿公啊 我都跟你說不是了 你為什麼還要一直講 不是 他要是沒意思幹什麼送你回來呢 因為時間晚了啊 為了安全 他才送我回來 真的是這樣嗎 真的啦 好 我問你 你們去哪裡了 為什麼這麼晚才回來 我們 去哪邊啊 去海邊啊 這樣對人讓你聽出來 當然因為你是我孫女 你們都去海邊了啊 還說沒什麼嗎 因為他心情不好 所以我就陪他聊一下天 他是你上司耶 哪有上司心情不好還要屬下陪的啊 說出去誰相信啊 那你們有沒有 沒有 那你們有沒有 沒有 沒有沒有 可疑 非常可疑 你看 小艾他臉都紅了 對 臉紅了一地有什麼 騙我 啊 就跟你說沒有嘛 你根本不相信我啊 啊 這瓶中信 是他丟的嗎 真的會是他嗎 請進 哥 該不會是阿公 派你來當失敗吧 你以為這樣子 留掉 就沒事了嗎 阿公阿爸不問個清楚 是不會放過你的呀 真是的耶 爸跟阿公到底想知道什麼啦 他們也只是關心你啊 其實他們心裡面也很明白 你已經長大了 交男朋友也很正常啊 哥 如果我接著交男朋友 你一定會很捨不得對不對 當然會捨不得喔 你是我最親愛的妹妹耶 我想不只是我吧 阿公阿爸他們 也會很捨不得 我好感動喔 我好幸福喔 有這麼多愛我疼我的人耶 那你跟妳總經理 你放心啦 如果我真的交男朋友的話 我一定會帶回來給你們看的 你真的很珍惜這瓶中信啊 嗯 他陪伴我很久了 哥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我會遇到這個丟瓶中信的人 紀錄應該很小吧 算一算 你撿到這瓶中信的時候 已經十幾年前耶 而且你又不知道是誰 是男是女 住在哪裡 怎麼認啊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相遇的話 是不是代表我和他很有緣分呢 看你開心成這個樣子 難不成 真的被你遇到了 還沒啦 我還沒有確定 等我確定之後我一定告訴你 這麼巧的事一定要告訴我 嗯 早點睡吧 晚安 我還沒說 可以喔 我還沒說 沒有想過 好嗎 进来 爸 找我 坐 最近旅行社发生的事情呢 我都知道了 音音已经告诉我了 公司财务的损失 你打算自己解决 对 好啊 那我就看你的表现了 其实呢 我找你来了 也不是为了这件事 本来呢 我也不想那么早来催你 但是最近事情 有点点变化 我看那个时候 也差不多了 也该办一办 办什么 婚事啊 我没考虑要结婚了 我只有你那么一个儿子 音音又那么喜欢你 结婚嘛 早接晚接都要接的 先成家再立业 是每个男人必经的 我知道了 结婚的事我会自己处理 那最好 反正呢 我们柳家的媳妇的人选呢 只有音音一个 其他女人都配不上你 还有一期要试吗 没有了 那我先去忙吧 嗯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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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再次 上面写清清楚楚 是你做的吧 我没想到 你竟然利用假人头 参加旅行团 然后再退团 你为什么要这样 陷害自己的公司啊 你这样已经违法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什么 为了帮你啊 帮我 总经理听到消息 不是急急忙忙赶回来了吗 我说过 为了达到目的 总是需要用点方法 更何况这一点小钱 对柳士切的来说 根本是九牛一毛 微不足道 你错了 信和根本不会接受 他爸的帮忙 说是这样说 等到我已经出现的时候 你认为柳俊选择做老爸的 不会伸手帮忙吗 你说你这么做是为了帮我 我又没叫你这么做 万一被信和发现 凭他 不会知道的 他不就全天交给你 你现在负责调查了吗 总之 让总经理回来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接下来 就看你自己了